字幕作词 李宗盛 我们那时候在车上听歌 然后播到这首歌 反正我们听到的时候就说 哇 这歌词真的太适合我了 然后很适合我唱给他听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那这首歌 有一天我来练好唱给你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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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是 我不敢说你知道吗 對方更革命 天真浪漫 杨茜她是一个很无视 很细心 非常的孝顺也很照顾家庭 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你想过多好多不好意思 我要再幫你多想一些 希望我爸媽開心 然後我也希望 大希望留下一個紀念 一個動態的紀念這樣子 這個是你兒子 這個是啊 是漫字啊 這個是沒有學的 這也是漫字喔 這也是啊 我們家算是蠻愛紀錄 我們家相本跟錄音檔都蠻多的 然後有一天回去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 回憶當時 這個時候我們都有開心 媽媽那個時候 我家真的不知道怎麼拿來 不要 不要 我們這是不可以 欸是不是 好很像喔 超像 我們兩個在一起已經十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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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件事情 然後在這裡找工作 重新開始 就是為了 跟我們在一起 每一年 一個鐘 都怪貌 那樣 那樣 都怪貌 我們就像 你 這 一年 其實我也會覺得說我們的個性非常非常不同 然後很多的想法或是很多的價值觀 都有一些衝突跟矛盾 但我覺得衝突跟矛盾沒有不好 衝突跟矛盾就是不同的面向 這個面向的思考也有它的道理 然後過了一刻我覺得還能很好笑的過去之類的 我覺得我不是在寫一個誓詞 我其實就是圍繞這兩個主題在走 讓矛盾知道說我們認識的過程 讓矛盾知道我們這一年怎麼走過 很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我跟乃倫是大學同學 但應該不是很了解我和乃倫是只能直到今天 遠分總是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 我很堅持跟你這段感情 但為什麼我也不太曉得 我問過我自己好幾次了 應該是已經習慣被你依賴 但更重要的是其實你默默的也給了我很多 在這個世界上有這麼一個人 願意鼓起勇氣來為你的一生為你負責任 這就是最難得美好的浪漫了 青春的愛戀總是最夢幻美好 因為青澀 因為無知 因為懵懂 所以可以愛得無所畏懼 這樣的愛一生只會有一次也一次主題 我在寫這個事實的時候我才明白 其實過去這十一年來不只有我在堅持而已 也有你不斷的包裹 當時我們對對方取下了什麼承諾 然後去回想當初的初心這樣子 那希望爸爸媽媽就是看到我們 可以願意為彼此負責 然後可以承擔起一個家 也為我們感到放心 很高興啦 可是也有一點擔留 這種擔留是一種祝福 就是要對先生多設想一點 多照顧他一點 謝謝爸爸跟他的祝福 來回我知道他是一個 蠻需要令人單身的孩子 所以我會好好照顧他 我一時會覺得我父母是很有智慧的人 然後也給我們很多很好的價值觀跟觀點 很感謝你們給我這樣子的成長環境 那希望你們可以一直生理健康 因為你們身體健康就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身體健康就是我們 這麼開心 喜歡你的身體健康 誠實朋友 天啊 I'm with you 他應該已經不記得了 不記得 我不知道 我現在想不記得你說哪一首 對 當然選這個歌手是因為 就是晨曦正的唱片 是我送給他第一個音樂 我也不知道他聽得怎麼樣的心切 不要吐槽我就好了 不會啦 我相信一定會不錯的 我只是無可救押 你的温柔我躲不倒 我的架口让你受不了 我却知道 你的爱不会减少